幾年GitLab是慢慢起來的 但是我們今天主要還是在教GitHub OK 那剛才 RuRu有講到的是部落格 對 當然其實在工程師的眼裡 這個是工程師的社交網路 交朋友的地方 工程師遇到工程師的地方 舉凡什麼呢 當然作品集嘛 Source Call這範圍上面也是很常見的 寫履歷也是在上面 找員工也在上面 然後有時候交朋友 看這個人的窺體也是在上面 OK 所以說 如果一個比較投入的工程師來講 他可能瀏覽GitHub比瀏覽Facebook還高 這還是正常的 OK 好 那 我發現今天早上有講到一些東西 那其實跟人家的也會稍微有點重 有些部分是重疊到的 那因為畢竟他們都 我今天主要講的是 用這樣一個平台去架網站 OK 那特別想要再問一下大家 上午聽到來 有沒有聽到什麼keyword或什麼問題 你覺得 希望等一下可以稍微再補充一下的 來舉手一下 有沒有一些想法 早上聽到了什麼 比如說 好像CSS是什麼啊 HTN是什麼啊 等等的 有沒有什麼覺得 要再補充好 CMS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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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我等一下 應該等一下這個遊戲 應該就可以提醒大家 跟大家分享 還有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 開始囉 好 那 我相信大家乾吃飽了 一定想要動一動 大家有開始有點緊張 我等一下練數字 然後自己 記得一下自己的數字是多少 1 2 3 4 有 有 有 OK 那我們就發現大家來分四組 前幾年大家在學什麼 網路上是怎麼連線的 大家應該有玩過一個小遊戲 就是我們把網路上的結構連起來 OK 那其實它連的應該是一些大方向 佩麗妮她教的就是 可能會有伺服器 可能要經過手機或什麼 那可能大家沒有想過 一個網頁是怎麼拿到那個content 應該不是說我大喊說 喔我要Facebook 然後Facebook就出現在我面前 對不對 一定是經過轉換 然後 一大堆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 大家我們來後面 然後一樣有這個紙卡 然後大家就來排 到底是怎麼連出來的 晚上是怎麼誕生的 好 那大家請大家起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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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先把電腦跟手機挑出來 就是從電腦到手機 怎麼連到伺服器 然後拿到網頁 所以最開頭應該說最上面 應該是在電腦跟手機開始 對 就是電腦跟手機 它會先連到 可能會先開瀏覽器 那瀏覽器會往哪裡連 可以來討論沒關係 有沒有什麼特別印象的就從電腦開始 電腦在這邊 電腦跟手機在這裡 對 對 沒關係來猜猜看 大概排一下 可能是這邊就把它放上去 這樣子才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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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不錯喔 好 好 你們排滿完整的 跟大家補充一下喔 大家剛剛有聽到CSX跟HTML嗎 它就是在這個地方的東西 因為它在這邊處理 那兩張 對對對 剛剛上我上課有聽到嗎 它就是在這個區域 這組有專業的喔 有有有有 猜猜看它會在哪裡 這組排的也不錯 但是是按分類分嘛 OK 我覺得觀念很好 觀念很好 因為你們已經按到分類分了 這兩個東西今天有交到 記不記得HTML跟CSS 對 喔這裡也有專業的 好來交給你介紹 欸沒問題 對 正常人應該是到這邊就淡季了 對不對 看來大家的觀念能夠到這邊就是很棒的了 對 好 好 對對對正常人 那個可能就已經是工程師了 大概可以知道他已經成功踏入這個門檻了 對對對 好可以稍微討論一下我們 我發現大家都排滿快的喔 那我們再留個三分鐘大家討論一下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抓个三分钟结束后 我会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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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没关系 那我们大家聚过来这个第一组这边 好 我来介绍 没关系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来介绍 我怕你把我的工作抢走了 好 好 这里不好意思间借过一下 我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都看到吗 大家都看到喔 不要 如果你看不到紫卡的 代表你被折住了 前面可以蹲下来一点 OK 最开始你一定会有一个专制 不管是行动专制或电脑 这大家应该知道 那哪一个都一样 你一定会开启浏览器 那浏览器 有现在有IE 有QON 然后Fivebus 然后特别推荐这两个 因为等一下会交到 然后呢 这先等一下 我们会先 它会先连上网路 连上网路你可能去打Facebook Yahoo或者微博 或者那个什么 对 微博或微信 他们都是英文 但是网路的世界里面 网址是没有英文的 英文就叫你家的地址 谁知道你家的地址在哪里 所以呢 这里这个浏览器 先到一个叫做DNS伺服器这边 先问他 我要去谁家 比如说要去雨婷家 请你家怎么走 他就会告诉他 你要先经过哪里 到哪里到哪里 然后会找到那个 那个伺服器的内容 好 我现在是讲的完整的内容 不是所有网站 都有这么完整的内容 通常呢 他会告诉你说 你只要去临近的 呃 所谓的CDN 就是所谓的内容传递伺服器 就是如果你看 我们今天要一个网页 Facebook伺服器在美国 我每次拉资料 都要到美国去再回来 那是不是很久 虽然我们都网路好像很快 但是其实他是资料传来传去的嘛 他要经过海洋 然后拉了一个横潭 经过太平洋 到美国伺服器出来 然后在机房里面 然后再回来 这是很疯狂的 所以说他会就 经过他只会告诉你 第二次说 你可以就进到内容伺服器 去抓就好 内容伺服器通常就会在 比如说在台北 比如在台北 就会有台Server 再来Server就是自动 一直把美国那边之下 一直抓过来 所以叫做CDN 那比如说你今天是在日本 日本就会有一台 所以通常你连Facebook 或者连网页那边 就是任何服务的时候 他通常是到你临近的 你只是在 就是岛内自己玩而已 对 然后再来 这内容伺服器呢 会先经过一个叫做 Low Balance 这牌子真的很完整 会经过Low Balance 为什么会经过Low Balance呢 因为伺服器跟你的手机之间是 我要什么 你给我什么 我要什么 你什么 如果今天我跟你聊天 一个人没有问题 如果50个人跟我问问题 100个人跟我问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 所以说这个Low Balance的特色就是 一个人来 我就问他 一个人来 你去问他 你去问他 所以后面就会有很多的伺服器 经过他去回应讯息 OK 好 那所谓的网页伺服器 就会是这一个 叫做Web Service 所以你看很多丸子都 Qpw点什么 Qpw叫什么 然后有些人就很懒 就不想打Qpw 就把那丸子拿掉 对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这就是全球多媒体什么东西 我忘记了 OK 就那个伺服器 好 那如果你今天要很多的 这个伺服器的时候 比如说有很多Web 要来Low Balance回应嘛 就会 你就要架 就要一台伺服器 一台伺服器 假如今天你要架一百台 你就要 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是一个工程师去开一排台电脑 开一台电脑可能还好 开一排电脑就疯了 所以不肯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近几年吧 35年有个叫做 软体货柜的概念 它就是你只要在少量伺服器里面 大量可以产生很多的 对应的伺服器 它就可以是要长根一百台 我只要按一个按钮 就去抬起来 我一个按钮也就去抬起来 好 就是所谓的Duck伺服器 的软体货柜 它就像是我们海港 有没有看过海港 那个货柜一个一个上去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先放旁边 那 那 那 对 这是实体的 server 对 那我可以在这边建很多的货柜 对 然后它都有密集的 对 对 对 你可以讲一下 这个 server就是这个金鱼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 这个一块块块的 那这样子我在一台伺服器上 就会骑很多的伺服器来 去对应大量的需求 OK 你的意思是不是一台伺服器 又变成了一百台的伺服器 对 对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一台伺服器 它的运行速度之类都是有 就是有一些变速的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说其实我们真正的伺服器 机板的伺服器 不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一个 你一打开在机板里面 可能一开就是30个CPU 50个CPU这样的数量 然后硬碟就是一个 这么大的机柜 然后可能一百颗硬碟 两百颗硬碟 然后他们都接钻线在连线的 对 所以正常不可能就是我们一盘家用电脑 然后跑这么多 这个货柜是开不起来的 没有错 很聪明 然后再来 这都是静态网页 你看有个网页 我可以留言 我可以传图片 我可以聊天或什么的 那就需要有资料储存的地方 那就要资料库 资料库就像这个 对我等一下会提到 我现在先拉开就知道 就是会跟大家讲说 这几个是很复杂的东西 OK 刚才没有补充到 所以说 为什么会有两个internet呢 因为你会去问DNS DNS回答你以后 你要再走另外internet出去 所以它其实是两个连线 OK 好 那 再来你就要去资料库里面拉资料 就是你就要资料库 好 那这样子就是基本的 硬体的连线的过程 好 那大家点会想说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呢 跟这几个语言 OK 这三个有图案的呢 特别画图案比较漂亮的是 因为它通常会在这里面运作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浏览器里面运作 不管是JS CSS 或HDL 它有点就是你的门面一样 OK 它可以把你要算什么颜色 位置要在哪里 就是这几个东西去定义的 或者说我现在有个动画 下樱花的感觉 噴水池 都是靠这个语言去做的 OK 就是对 前段通常只碰这三个东西 它主要是说 是根据药质的就是 灰蓝 然后在你的浏览器上面 是一样的东西 那是叫前段 对 好 所以就是这几个东西 好 那这几个 停都没停过呢 其实 就是后端车程式 那你也不需要 停它 除了你想要当工程师 OK 那为什么大家可以跟大家知道呢 下次有个工程师跟你说 我跟你讲我用派程 你就知道他大概在讲什么东西 你不会就被他虎折 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几个呢 通常会被封端在这个 Duck货柜里面 它是所谓的后端程式 后端伺服器的东西 那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你要做动画 你就要用这个程式语言 好 因为它是浏览器的语言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什么留言板 还有什么 部落格 或者什么 购物车 订单 金流 物流 什么都要靠这些程式语言 这个就相对复杂很多 好 所以你大部分在跟工程师聊 怎么做网站的时候 这几个都会碰到 所以说 你也不用知道大概他 大概知道他在哪里就好 知道他名字是什么 所以我不会工程师胡着胡着 好像不知道一样 好 没有问题 这就是静态网页 好 大家已经看到 为什么要跟多媒体伺服器 如果大家有机会 跟大家工程师去谈说 我希望我的网页里面 要有图片散传功能 就把图片传上去 upload的功能 或者我今天要有影片 我今天要让观众 就是浏览网页的人 听得到声音 你就看到那个光程师 会谬难 这个可以不要吗 可以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多媒体 会是另外一台伺服器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多媒体很大 它可能动辄 1MB 2MB 这一张照片一样 那这时候呢 它不可能走这个架构 因为这里会负载不了 它一定会在另外一个 low balance在这边 然后走另外一条CDN路径出去 然后就是所谓的媒体伺服器 那我今天就不会提到这些 今天的demo也不用到这边 所以说你看到 你们在加网站的时候 他人家说 你的影片上YouTube就好了 或者上那个 中国也有一些 一些就是影片服务嘛 就放上去 对 或者说你有音乐 就会人家说 你放哪里就好了 那除非你今天就是很有预算 或什么 你可以自己加载东西 OK 好 那这个地方就这样子 我们回到座位 好 看起来上传 稍微放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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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的 我们继续 OK 那大家已经看了那张图了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网页的世界 所谓Internet Web这个服务 它其实可以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那等一下教大家的 会是前半段的部分 因为呢 不可能教大家架后端 那真的太复杂了 大家可以看到后端那一大堆东西 那就是伺服器 不是一台而已 大家有件很简单的 有一台就拿回来 不是好几台伺服器 所以今天教的是 所谓的这种 就是前端快速驾站 所谓的静态网页 就是前端的网页 你可以做动画还是什么 但你要做互动 可能就没那么简单 OK 那像今天早上 大家看到Wallspace 它就是CMS系统 就是连后端都有的 OK 那后端都有 它刚刚那个架构的服务 就是所谓的CMS 就是后面的那个Web伺服器 但是它好处是 它把Media 或者其他的CDR 什么全部都架完了 一个套专的东西 所以我们叫做CMS 叫做Content 內容管理系统 OK 就是刚才看到那个Web伺服器 那一个 但它把整包 包括后面的那个DBR 什么全部都包起来 一包 包起来有好处 你只要按 按一个安装 全部都灌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通常客制的空间不多 所以像刚才那个 就会有很多Pri-In 做这件事情 OK 好 那大家可以大概知道 我们现在接下来的 只会讲前面的部分 就是你可能今天 你就不需要太多互动 你可能没有电商需求 你可能只是要架一个网站 然后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募资平台 或什么 它需要一个Landing page 就是首页或者介绍页 那你希望的大量的人 流进来它不会挂掉 它不会停止服务 那接下来就是要讲 这样的东西 好 GitHub跟GitLab 好 下一个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GitHub呢 就算其实我常会讲 你就算不是工程师 我也会蛮推荐你要学GitHub的 好 因为呢 它是一个免费 而且强大的架张服务 架静态网易的部分 OK 那所谓的免费 大家就是 你不用付任何一毛钱 你就可以架成你的网站 那所谓的强大就是 它支援各种的架构 并且它是原始的收拾扣 你大部分看到的 但是我今天教你的 一定是比较主流的 然后再来 它基本上 不会被任何的 所谓的网路残层 或者等于去阻打 因为呢 它里面本身就已经有 CDN的一个建制的架构了 然后再来 因为它是工程师在用的东西 它是 对 就是连中国 俄罗斯 印度 他们通常不会担它 因为他们担了这样的服务 他们国家的经济就会做到 因为他们工程师没办法工作 对 那这样的网站 其实通常 比较拿来的是下landing page 为什么 因为工程师常常会发表自己的作品 不管是层次作品 或者什么作品 他就会发表这些 或者发表论文 技术文章 通常是用来这样子用的 但其实你知道 有时候工程师就是 有一些心情要抒发 他就会自己拿这种符来写blog 所以你发现很有趣的是 有些工程师会在那边写blog 对 他就是硬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你知道吗 有点叛逆的感觉 对 好 再来 你常常会遇到跟工程师讨论 那我们知道中央管理有各种工具 大家可以参考一些工具 但是你每次要跟工程师 直接讨论的时候 比方说我要改个字 怎么这么久 到底那个字在哪里 有什么 其实有时候你会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到那边去提问题 所以等一下就教大家什么开issue 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直接 这就只是一个错字而已 我直接把它改掉就好了 好 就省得工程师在那边 等他可能明天后天才有办法解决 对 好 这是最直接的方式 就直接修改你的资讯状案 那有时候 因为其实状案如果你是静态的 如果不是资料库 通常都是会有一些 所谓的 设定档 设定档案 那你只要去直接去改它 那你大部分的很快就解决 可能下一秒就上去了 好 所谓的静态网页呢 呃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网页 页面的部分 后面有一大块嘛 有成资料库有什么 我们所谓的静态网页 就是没有包含到后面那一段 就是刚才看到有一个 Triple W 那个伺服器 记得吗 好 那之后的 都没有 都没有 那 你只会 对 对 就是使用留言 就是来看这个网页的人 没办法任何的跟你互动 比方说他不能打任何文字 或图片传回去给你 他只能单方向接收你的讯息 我们就会称它为静态网页 如果 你看到那个网页可以留言 可以回去回去的 那个我们都会称它动态网页 好 那这个名词才会跟一个混淆就是 网页站有动画 那是什么动态网页 通常 比较 就是狭义的它比较动态网页 它只叫动画 我就感觉比较漂亮 比较炫一点 这样子 OK 好 那所以说当然 我刚才比如说就是 有些比如说看份子网站 或者一些公司的产品介绍 往往它是没有后端的 那你其实就直接 只要改改Config 里面的静态文字 甚至有时候多过语言 就全部做完了 OK 好 再来 好像先讲到今天的目录好了 今天主要第一个会教大家 刚才已经讲完了 开网页需要经过哪些过程 然后等一下会教大家什么 升取网欲 然后呢 那GitHub跟GitHub 跟GitHub 哪些功能 等一下会给大家提 好 那他们一直更新 但是 OK 然后 然后麦克蛋练习的部分 因为我发现大家 HackerMD 上次前几次的课程已经学到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 可以跳过这一段 然后这一段呢 就直接把上次大家练习的东西拿来 用我们接下来的 GitHub的价完 的价完 价完蛋的部分 那GitHub跟网站内容 要怎么去看它有哪些内容 跟在GitHub上快速架成一个网站的套件 叫做 J-E-K-L-Y-Y-L-L 好 那 大家很幸运的今天有拿到这单单子 有没有人用丢的 要再补的 OK 那我直接叫大家申请一个网欲 有没有人没拿到的 我也跟大家一起申请网欲 我们走一次就知道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 OK 好 那 反正他 就是记得不要让他续约就好了 反正免費的網頁大家申請一個 好 好 大家有沒有開電腦了 開電腦大家都知道可以開個瀏覽器 那我會建議大家先灌控 xhone 這個瀏覽器 有沒有人沒有灌的 如果有的話舉個手 我等一下抓一下時間 好 沒有 都有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用控去做練習 利用這次先把控準備好 好 那我們捐到這個網站 然後呢 請在這裡註冊你的網域域名 好 那我想一下我們要什麼呢 好 我應該還沒有這個 yutin 2019 大家可以現在想要想 想名字是最累的 我們可以給大家三分鐘慢慢想 對 好 然後按註冊 搜尋 它就會告訴你有沒有 好 我要加個tw等一下 要不然它等一下就會找到一個 我不想要的東西 對 好 到這一步 有沒有人還沒到的 好 那我們到的舉手 找到自己想要的網域的舉手 還沒有 好 我們等一下一下 我們再等個 兩分鐘 也可以 也可以 至少要大家一個 domain 我等一下要教大家 怎麼用github 指到自己的網址裡面去 你就不會 網址都是點github 看起來就不是我自己的網站 對 好 就是要大家至少準備一個網址 但如果我是自己的話 可能就稍微要知道 等一下DNS怎麼設定 我會講一下 找到自己的網址 它有一個綠色的狗狗 有 有 OK 我好像是弄了這些 有什麼就是 瀟銷的可能 這個你弄了 但是我不想知道 它的網址還會是你的 但是我等一下會教大家設定CDN DNS 就看看DNS伺服器 你只要把那個DNS關掉 網路上就看不到你的訊息了 對 然後大家的 等一下它可能會要大家填聯絡方式 大家可以亂填 沒關係 它不會檢查 它的聯絡方式依照現在歐盟的CGRPD GDPR 糟糕 我沒 GDPR 它規定會把所有聯絡資料隱藏 所以說網路上也是看不到 GDPR是歐盟的一個 個人隱藏的規定 對 因為歐盟比較盤大 所以它的規定大家都要配合 好 不過沒關係 如果等一下就真的 你就不想申請網址的也沒關係 你就看就好了 OK 好 好 那我們下一步 好 加入 不要加太多 以前我記得點這個就好了 好 然後完成了一個400的這個 然後按結贊 好 結贊一年 然後優惠代碼 大家記得不要抄我的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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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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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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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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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